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党虽然屈于全军覆没 靠着这档票估计拿下巴西立威 国民党最大党加上民众党 在立法院里头会决定了所有的法案跟预算 现在整个关键会在黄珊珊跟黄国昌的身上 他们两个跟国民党的关系要战还是要合 还是要合作这很关键 明镜更直言民众党将成关键少数 可是一体与蓝绿合作 但将先上演立院政府笼头之争 如果民众党和蓝银合作 政府认长可能是韩国瑜和黄国昌 若是和绿银合作 则可能是游锡坤搭配黄国昌 不论是哪种组合 都将重现嘲笑野大的局面 让赖清德上任后推动政策面临挑战 赖清德没有蜜月期了 他现在就要开始拟定 跟各个政党的一个协调 对客位者来说 他虽然输了 但也不全然输 坐稳了立法院最关键席次 也说未来将来所有政策要通过 必须要有民众党的合作 你跟国民党合作 国民党还是最大党 他将来的所有的权力分配 还会是以国民党优秀 院长还是由国民党来扮演 但是如果今天柯文哲选择 跟民党合作的话 院长当然可能还是由 水牛伯游锡坤来继续担任 但是民众党的关键的角色 就会变大了 柯文哲个人的这个决定 跟柯文哲个人的这个动向 很有可能就会决定说 民众党到底能不能在这一次 顺利扎根 还是说他会变成是 第二个亲民党 完全的宋楚瑜化 这个未来就是要看 民众党能不能够在立法院 顺利的扮演一个核心的 关键的这个第三小党的 这个角色 新一届立委 2月1号就要上任 蓝绿白立委攻防江城 关注焦点 明镜新闻中华报道